哈喽大家今天我们要来讲iPadOS 17 那前几天我们已经有介绍过iOS 17了 其实这次的iPadOS跟iOS的更新内容可以说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今天会跳过大部分跟iOS一模一样的更新 当然我们难免还是会提到一些啦 那现在iPadOS正式版已经开放下载了 这一次支援的机型包含有iPad Pro第二代 iPadOS第三代 iPad第六代 iPad mini第五代以及后续机型 那这次淘汰机型包含有iPad Pro第一代以及iPad第五代 那首先第一我们要提到的是锁定画面的全新自订界面 那其实这个就是跟iPhone上面的界面非常的像 只是大家会发现说它这边多了非常多小工具可以排列 然后另外动态桌布的部分也是非常的漂亮 那首先我们在锁定画面这边解锁 然后长按之后就可以进到这个编辑的画面 那它这边就是可以储存非常多组的自订界面 那我们这边来新增 里面这边就会有一个图片库 那例如说我们选这个iPadOS 17的主题桌布 然后这边自行就可以来选择你想要怎样的形式 也可以挑选颜色之类的 然后另外如果你今天是用宠物或是人物的照片 它可以稍微遮挡到这个时间 就会有一个景深的效果 那在左边这边就可以来加入小工具 例如说加入时钟或是阅历等等的 另外还有电量的部分你也可以加进来 看到你现在所有装置的电量 加入之后我就可以把它设定成桌布 那再来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动态桌布的部分 除了官方的动态桌布之外 你还可以把你的原框照片设成动态桌布 或者是你今天打开通知中心它也会动 或者是万花筒系列的背景桌布它也是会动的 就是每次打开它都会稍微转下 那首先画面除了小工具之外呢 它现在还有即时动态的功能 即时动态就是它可以让你看到你现在APP里面的状况 例如说外送的进度啊 UberEats就会在上面显示还要多久可以送到这样子 那再以下一个要介绍的互动是小工具的部分 那这个互动只是说你今天可以透过桌面上面的小工具执行一些功能 也就是说这个音乐的APP你就可以直接播放 你就不用再跳进那个APP 然后你也可以直接暂停啊播放下一首歌之类的 而且音乐小工具它的颜色还会跟着你的专辑封面有变颜色哦 然后像是提醒事项这边呢 它会直接把它列出来 然后你今天完成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打勾 它就会显示你剩下还没有做完的事情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目前支援这个互动式功能的 都只有原生的APP 应该陆续会有许多的第三份APP 也加入这样子的互动式的新功能 再下一个要讲到的是目前调度的功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呢 那目前调度呢就是要在控制中心这边打开 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就要去设定里面新增 那切换到这个目前调度模式之后呢 你的APP都会是以这样子视窗的方式打开哦 然后你就可以同时把很多的APP叫进来 那这次这个目前调度的新功能就是它不再局限于特定大小的视窗了 你可以自由的去变换它的大小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摆到任何的地方 不太会有限制除非你把它摆到视窗外 它还是会弹回来 所以也不能说完全的像电脑那样子自由啦 觉得这个功能可能要搭配滑鼠或键盘一起用会比较好用 然后这个目前调度的功能又跟切割画面不一样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搞混呢 例如说你平常打开一个APP 你就可以把另外一个APP叫进来 它是不用打开目前的调度也可以这样子排列的 然后它上面可以新增不同的排列方式 例如说它可以重叠或者是分割显示画面 因为前几天好像有一个观众就是有点分不清楚 分割画面的不同排列方式 那如果你想要原本的这种分割的方式的话 就是在这边选择 那下一个我们要提到是iPad上面健康的APP 这次健康有特地为了iPad进行优化 大家会发现它的图标或文字都变得比较大 然后另外还有这次新增的心理安康的功能 这边就是可以记录你的心理状况 点进去你就可以记录一下你当天的心情 例如说你今天觉得自己的状况不太好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记录起来 然后这边有个阅历你就可以来看一下 你长期的状况是怎样 或者是你要就意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记录 另外呢还要提到一个萤幕距离的新功能 那这功能呢会在设定的萤幕使用时间里面 这边会有一个萤幕距离 那这功能呢可以强制的保持你眼睛还有萤幕的距离 那这功能必须要你的iPad是有Face ID才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这一款iPad Air它没有Face ID 所以就算打开了它也不会显示萤幕过境的画面 所以有些观众反映说为什么没有跳出那个警告呢 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装置没有人生感测相机 那它这边还是让我打开这可能是一个bug 那下面呢我们来讲到备忘录的新功能 就是现在可以在背望里面编辑还有显示PDF 那就是说我在这边加入了一个PDF文件 我就可以看到它所有的分页 然后我就可以点进去做一些编辑 例如说我想要在上面圈一些我想要修改的地方啊 或者是加入文字等等都是OK的 或者是今天我想要圈选一段文字 我也可以直接把它圈起来 不过有个功能可能之后才会加入 就是直接在上面填表格哦 其实不管是iPhone或是iPad 你都可以在档案的App里面编辑 直接填PDF的表格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备忘录里面还没有支援这个功能 然后这边点进去你也可以翻转啊 或是加入其他分页 那再来其他的备忘录新功能 像是现在可以在备忘录里面连结其他的备忘录了 例如说我现在选一下 它这边就会有一个加入连结的新按钮 点下去 这边它就会让我输入其他备忘录的标题 例如说 感觉在规划一些比较大型的计划的时候 就会还蛮好用的 然后呢在编辑功能的部分 现在新增了等宽样式还有区块引号 那使用的方法呢 就是我把我想要强调的部分先框起来之后呢 按上面的格式 这边就会有一个等宽样式 它会是一个还蛮简约的样式 等宽 然后呢如果要区块引号的话 就是右下角的这个按钮 点下去它前面就会有一个 引用的一个感觉 然后现在还新增了 可以只是从备忘录制作Pages的功能 就是只要按一下分享 这边就会有一个在Pages中打开 按下去之后它就会转成Pages档案 那我之前都会用这个方式在电脑上面查字锁 但是看起来在iPad上面 就算是Pages也没有办法查字锁 再来下一个我们来看Safari的部分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私密软 现在可以上锁 可以用指纹或是Face ID上锁 然后只要你一离开这个画面 它就会自动锁起来 那再来下一个新功能就是主题类别 就是在左下角这边大家会发现 有多了一个新的按钮 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分类 那这些分类都是我自己创的 它其实就有点像是个人档案的感觉 就是你可以切换不同的档案 那基本上它里面所有的内容 会切换成另外一套 例如说你的书签 你的最爱 还有你的历史记录 全部都会切割出来 就是你今天要拿来工作 开舵视窗的话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区分你的生活 还有工作用的网页 那再来下一个要提到的是 邮件里面现在可以自动填写验证码 例如说我们过去验证码 有时候可能是用简讯接收 有时候可能会用邮件接收 那现在新的系统不管是iOS 或者是iPadOS的时期 它都可以自动侦测 你收到了一封验证码的email 然后再填入的视窗 就会自动出现 你不用打开邮件APP 它也会自动出现 这部分就是可能只有在 Safari里面才适用 在下一个我们要提到 无边自己的新功能 第一个要讲到的是新的笔刷 它这边呢 新增了非常多不同的笔刷 例如说水彩笔 钢笔 或者是这个非常特殊的 艺术形状笔 你就可以自己去绘画说 你想要制造出怎样的形状 还蛮可爱的 感觉可以非常轻易的 创造出一些艺术效果 或者是这边呢 我们用水彩笔 然后它也可以做出这种 混色的效果 然后像是钢笔的部分 也可以制造出不同的效果 感觉还蛮疗愈的 然后呢 现在还有这种连接点的新功能 就是说我今天要连接 不同的物件啊 或者是把文字连接到一些物件 之类的就可以用这种方法 然后现在呢 也可以透过分享的方式 把你要的素材 再加到无边际里面哦 例如说在照片里面呢 按分享选单 里面就找到无边际 这边你就可以去选说 你要新增到哪一个白板里面 这样子 下一个要讲到的是桌面的 Spotlight 就是在桌面这边往下滑 你会看到这个搜寻的界面吗 现在这个搜寻的画面越来越聪明了 它除了可以搜寻到那款App之外 它还可以大概猜到说 你要在那款App里面做哪些事情哦 例如说我搜寻音乐的话 我百分之百一定是要播放音乐吧 它就会把 我有可能会播放的音乐 摆在后面 那我就可以直接点击 它就开始播放了 那再来下一个就是可以共享AirTag的位置 例如说你们家的宠物 可能有AirTag项圈之类的话 你就可以分享那个AirTag给你的家人 因为我的App里面上面没有连接AirTag 所以我用手机来示范一下 例如说我今天AirTag这边呢 它就有一个共享此AirTag的按钮 我这边就可以加入成员 然后它这边就会让你加入你的联络人 那加入完成之后 对方也可以在寻找里面 看到那个AirTag现在在哪里了 或者是说它也可以去开启通知啊 或者是启用仪式模式 那这个功能最多是可以跟五个人 共享一个AirTag 好 那我们今天iPadOS17的新功能 大概讲解到这边 其实大部分都跟iOS一样 如果想要看一些更细部的讲解的话 也可以先去看iOS17的内部影片 最后呢也记得要把这部影片 传给你周族有在使用iPad的人哦 另外一些比较适用话的内容 我都会放在Instagram 欢迎去追踪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